如果今天你的小朋友念國小 然後數學課拿出這個東西 我馬上就叫我兒子跟他當好朋友 從小開始宣布 嗨大家好 歡迎收看超生少年 這一集我們要跟大家講 工業界的測量單位 所有在工業的裡面當中 測量其實是最重要的 但是你大家有沒有想過 到底那些公分 公斤 英字 公克 mini 公寸 英寸 是誰訂出來的呢 那是誰勒 有錢人 有錢人就來搞事 你上次拍完入罪之後你去哪裡 他很喜歡你 他要叫你去當他的老公 你走了以後我就去裡面逛 再看看有沒有其他的版本願意 繼續醉我 難怪你拍完年期之後就消失到現在 好啦好啦好啦不要再講了 再講就拍不完了 那你知道你從小看到的一公分 到底是誰告訴你是一公分的呢 到底是誰呢 誰 誰 誰 你說 我才是屎 沒錯 但是你知道你在書局裡面 買的一公分的尺 它其實是不準的一公分 真的嗎 可是我最喜歡書局的尺了 因為它上面有愛心 我都用這個愛心後面跟班女生 你那個尺幾公分 三十公分 算是鄉民的尺寸 鄉民的尺寸 來你的鄉民跟我的鄉民來比一下 好 來我們來對一下你的三十公分的位置 有沒有 它多了一點多迷你出來 你從小以為的尺它是不準的 不是 你超過三十 我超過三十是不是 對 你是三十點一 你這算是一個充滿自信的尺 為什麼是你的尺寸不是我的尺寸 因為它是賀櫃 為什麼賀櫃是最準的呢 因為它是發行量最多的尺 比如說我們這五個人裡面 我們四個人都說它只有五公分 但是阿凱說我們雲就有七公分 大家會相信誰 多數的人 對 所以這個時候尺就是誰發行的越多 誰就是最準 誰說了算嗎 全世界所有做木工的人 基本上它都會有一個就是賀�的尺 因為它是在日本發行裡面 大家所規範你量的幾公分 就是以它為基準 不管是做木工鐵工的 它都會有這個牌子的尺 是因為這牌子特別貴 工業界最貴的尺 工業界的LV就對了 工業界的奢華 從尺開始 哪才是尺多少錢 我猜頂多也就150塊就很貴了吧 錯 210 而且 貴的尺跟爛的尺到底差在哪邊呢 彈性 彈性好的尺就是好 就是小時候大家有沒有玩尺 然後一阿媽變形了 賀櫃的尺不會 這個我又應該用15年的 我其實有點忘記 我到底是買600塊還是2000塊 600塊跟2000塊差很多耶 沒有 因為賀櫃的尺真的不便宜 你有沒有看過1萬多塊的尺 這支是3千米的 這支給它分散很困難 來分散 比這個要為無稱室的 他在吸這個窃圍的時候 說窃圍都不會跑去 我問一下這個 這支了 這支來問問 這就是世界人家化來 工業的奢華從尺開始 它不便宜的原因 第一個當然就是 它是一個世界公認 它為基準的尺 然後我覺得還有另外一個差別 就是它的鍍層 你看喔 便宜的尺跟貴的尺 你把它放在一起 還會說你在看的時候 你有沒有發現你在移動 你有沒有看到便宜的這個 便宜的這個幾乎有時候 有些角度 你是看不到它的尺寸的 但貴的那個 你看在任何角度 它都是很清楚的 當然剛剛有提到就是 做鐵工的尺 跟做木工的尺 是不太一樣的 但是做木工一定會有個尺 取尺 這個大家都以為很一般 但是取尺也有分好壞 這種就是在太陽強光下 你比較不會傷眼睛 它有另外做塗層 然後咧 一邊是公分 然後你可以看迷你 然後一邊就是寸 寸比較是老塞戶在用的 現在的人大概都慣用 就是迷你啊 公分啊公尺 然後其實寸 它比較像是一個大約等於 三多公分 三年多公分 大家如果對於這個 有說迷你詞不了解 我們以前有拍過一集 給你移印集 那你知道這種尺它可以拿來幹什麼用嗎 可以幹嘛 想看看 年輕人有想法 比方說有些男生就喜歡量長度 是 像是手指頭的長度 手指頭的長度 你用一般的尺就可以量了 可是我想量這個指角的話就不行 喔你說同時量大拇指跟量指指 沒錯 或是這樣 再想一想 再想一想 它是不是拿來量一些 像說很刁鑽的角度 我沒有辦法直接用指尺量的時候 來聽不下去了 我跟你講 這個很好用 都聽不下去了 取齒通常我們會搭配著這個用 你看它這個 它的mini是從腳邊開始算的 有另外一個 它的mini是從這個圓開始算的 內跟外 所以這個時候可以幹嘛呢 我在這個木板上 我要畫一個距離旁邊10公分的線 你如果是腳尺的話 你可能要 比如說這裡量10公分嘛 對不對 做個記號 然後你要這邊量10公分嘛 然後做個記號 然後這樣子就一路量嘛 然後量過來之後把它畫直線對不對 沒錯 然後這個就不一樣了 你只要把這個調到10公分的地方 調好之後 靠著 然後你就這樣子畫過去 好酷喔 這東西 這真的是很酷耶 它是給你放筆用的 對對對 這個發明好充分的喔 充分的喔 老鼠先的智慧 老鼠先的智慧 然後另外一種 它這個上面還有小記號 這個小記號 可以讓你拿來扣的 就是比如說我們這個木頭板 四個角你都要切出一個四角形 你要做砍順的一樣大 所以這時候你就只要這邊量10公分 你只要靠上去 然後這邊推到10公分 這樣子畫 這樣子 這個正方形 大家都一模一樣大了 對對對 快速 這個很酷耶 取尺的大小也有分很多種 大概大的尺大概實在不方便 就是有個卡道 你如果今天是在電子廠 要量個小東西 日本人很貼心 小小的一隻 三寸法師 三寸法師 這名字叫做三寸法師 它就叫三寸法師 然後它後面一樣嘛 前面是公分 然後後面日本人的刻字 三寸法師 喔真的耶 這邊有個三寸法師耶 三寸法師在網路上多少錢 220 這次要220 欸絕對準 如果今天你的小朋友念國小 然後數學課拿出這個東西 我馬上就叫我兒子跟他當好朋友 從小開始宣布 沒錯 三寸法師之外 三寸法師會長大 三寸法師長大之後 五寸法師 它轉職了嗎 所以三寸法師這樣子 欸我要去轉職喔 三寸法師轉職完就是 五寸法師 我覺得這個攝影以後 我還是不要太常幫他來好了 是不是很可愛 五寸法師蠻可愛的 你看五寸法師後面 想它也有刻個五寸法師耶 像日本武士道一樣 它有刻在上面 腳尺還有很重要的用處 腳尺嘛 你知道它的腳是什麼腳嗎 直腳 沒錯很聰明 厲害嗎 我也不是白呆的 所以你要量90度腳 就是我們會靠邊嘛 如果你要看它準不準 你就是直腳起來 然後過來靠邊 如果有這一點點尖氣 表示說它不是90度 然後另外一種勒 有的時候很常 大家會把跟它腳尺混在一起 45度尺 比較正確的名字應該叫做 指形定歸尺 這麼老舌的尺嗎 應該每個人有不同的說法 所以其實我用了它很多年 我到很後面才知道它的名字 那如果你有你的說法 你可以幫我們留言在下面註記一下 但這個東西 我覺得不管你是做鐵工做木工 你一定要來買一把的 它跟旁邊比起來 多了這一盾 你知道這盾在幹嘛 就可以站嘛 第一個它也是有90度尺的功能 但它有一個最重要的地方就是 它會說一般你拿那個木條的時候 哪裡邊出來的東西 常常會要做框嘛 不管是做鐵工做拉門啊 做窗框啊 都是很常要做框 它這個邊邊的好處就是 這樣子你可以合上去 你要做一個正方形的框的時候 比較low的接法就是 直的接直的接直的接直的 比較low 中階的45度 你要在它的這個正中心 正中心的地方 你要把它切成45度 它需要什麼東西 它需要一個直角 要接成一個直角 它需要什麼 它需要一個邊邊 要接成一個邊邊 它需要一個 它需要什麼我不知道 它需要兩個45度 所以它這個尺 你窺上去之後 你再畫完這條線 畫上去 這就是45度 45度切下去之後 它翻面 就是可以變成一個直角 喔 這很像奇巧版的概念 對對對 奇巧版 或者說你現在這邊已經是一個90度了 然後你就可以用這個窺 然後去找到它的中心點的位置 其實我們的習慣是會用筆 先去壓著那個位置 然後你再畫 那就是一個90度 喔 或者是呢 你在這個90度的上面 你要找到135度的時候 剛剛在那條直線嘛 那就這樣子畫 那這個就是135度 哇 上數學歌 對 反正就是這種詞 它有很多的定律 很多的用法 很多的定律是可以去使用 所以其實根本就是 數學老師專業的工具 對 你還記得它是什麼詞嗎 它叫做什麼 什麼五 什麼尺 什麼特規尺 五吋法式 五吋法式 另外一種呢 比較特別的詞 叫做孔尺 從尺的中心是想四個 人 人的表現是 你懂這個 另外還有一個台灣人的說法 叫做深度龜 什麼龜法呢 第一個呢 它是可以量孔的大小的 就是比如說 它這個總共可以量到15mm 比如說當你有個洞 你把它插進去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 欸這個洞 怎麼了你消費啊 這個好洞 這個洞 大概多大 不能拿來插冷會痛 我想大家應該都從來不知道 你的電鑽裡面的頭 這個六角頭裡面到底多深吧 它就是這樣子 然後往下插 插上去 然後你看這個 大概是209 mini 它就可以往下插 然後量它的深度 那另外一個就是量它的孔徑大小 接下來還有一種呢 其實以前台灣很少見 但是我們在工業比賽拍完之後呢 大家就開始對它有興趣 它也是一個我非常推薦 不管你是做陶醉的 或者是你在做各種造型的 或者是你是做水電的 你都很適合買的一個 曲型器 曲型龜 曲型尺 因為它算是比較少見的東西 那你知道它可以幹嘛嗎 它是量形狀 是 它主要是拿來量就是你的那個門 門跟門旁邊的邊邊 然後這就是取角度 或者是水管你已經接好了管子 那你就可以把這個 然後把它往上插 超好用 下一種尺呢 它基本上是工業上最重要的根基 它也是所有的基礎的基礎 也就是水平尺 水平尺到底能夠長到多高級呢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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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是短小型的 就是通常很多冷氣食物 或者是高空作業的 上面還有開瓶器 這上面不是開瓶器 這個是讓你掛你的東西的 或者是旁邊有一個強力的磁鐵 像這樣 那你就可以去量你的 即便很強 你就可以去量你的腳鐵啊 還是你的方管啊 然後你在往上拉直的時候 它是不是水平 另外跟大家講一個江湖小撇步 就是像如果你是有在工地或做鐵工的人 你很容易上面會吸滿一大堆的鐵屑 那當鐵屑那顆粒在上面的時候 你附著上去就不准嘛 所以你可以先貼一個透明膠帶 然後你回家的時候你就可以把它清掉 撕下來那鐵屑就都不見了 最後一個小知識 這個叫做中高檔的水平尺 高檔的水平尺 來 5寸水平尺 5寸水平尺 不是各位朋友 這個我平常我不拿出來的 因為很愧它再摔下去就結束了 這個我們通常請它出來的時候 都是屬於像那個神明公公出來的 怎麼用呢 他比如說你就放到這個上面 然後它就開始用電子式的絕對水平 大家要記得一件事喔 就是有的時候我們會講 你要的是視覺水平 還是它是絕對水平 視覺水平就是 就是有時候你掛一張畫 然後你用水平尺去量起來的時候 它是水平的 但是大家往後退的時候 怎麼畫看起來歪歪的 是因為你整個房子都是歪的 大家真的不要以為 你們的房子都很正喔 以後我就看房子的時候 我就帶這個去看 這麼逼人 超硬就是 以後那個建設公司燕屋的時候 不好意思 然後就按錢出來 然後 欸 你們的地是沒有負貧的 要逼死所有建設公司就對了 喔沒有 我還要跟你講喔 你在浴室量一定是負貧的 你那個水喔 要下水 所以你做頭水的老塞糊 力不厲害就是看下水做得好不好 你看起來是平的 但是你在洗完澡的時候 你整個地板都是乾的 因為它就是會很順很順 然後那個水會拖著水 然後一路到你的排水孔 能夠把下水糠做到你完全沒感覺的 師傅基本上快沒有了 因為真的很難 那個是很靠經驗的 然後還有另外一種 這個就是黑色版本 你的工作室會摸到黑油啊 像石缸啊 或者是那個管料上面會有油 會有髒污的 你可以用黑色的 然後你如果是做冷氣的 你可以用白色 這個就是 刮在自己身上看起來很帥 你知道這可以怎麼用 你今天是做攝影的 你可以把它架在你的機器上 或是它可以吸在你的腳架上 看就很快 然後你們攝影組的人 不是都會很假白 就是後面有很多一串 對很多一串 然後我們就把它放上去 五吋法師 五吋 沒有這不是五吋法師 欸拿五吋法師去拍電影會怎麼樣 都會用不到它 我想說大家會講說 做做道具人在那邊啊 做道具人幫他做 不要擰著影機 最後一種呢 在工業上你要認識的尺 基本上它看起來不像尺 但是它是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你知道尺的功能 最重要是哪一個幹嘛的嗎 上表 還有呢 直線 對 這同學講的很棒 所以當我們今天我們要畫 30公分的時候 我們會拿一個30公分的尺 我們今天我們要畫 100公分的時候 我們會買一個100公分的尺 如果今天我們要畫一個 5公尺的直線的時候怎麼辦呢 100公分量5次 沒錯 沒有 基本上一定會玩 所以這個時候人類就發明了一個 很酷的東西 這個 你知道是什麼東西嗎 這什麼東西 真的沒看過這個 沒看過這個 很帥這個 這我真的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釣魚的嗎 不是 它通常是放在腰這樣子 喔 我知道 這是這樣子 變身 變身 放在腰上的 是比較老一點 比較老一點 它有一個新的玩法 是放手上的 像日本的動漫那種 它就這樣 手這邊這樣拿出來 它就開始轉 就變身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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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節套 它是畫直線的 重點就是它可以量 打開 這樣子 那你有看過港劇嗎 是嗎 他的暗光 他的暗光 都請 都請 莫董 對 你看過吧 所以你知道怎麼用嗎 我猜它是不是有一個人這樣拿著 然後這樣子 講師來了 對 你知道它怎麼用嗎 它就是這樣子拿來以後 我要兩個60公分 我就 60公分兩秒 我就不去這樣子 或者是這樣 這邊多長 這邊這樣子 我不要多長 但是我這條線 然後我們拿尺過來這樣子 沒有錯 不是 10公分 這樣子 多尺一尺 很大聲 其實板膜有沒有 或是你是做 垃圾準線 木工也會用到 像我們在做 大型雕塑的時候 或者是我們在做 大的公共玉塑的時候 打格子 我們這時候可以拿木板 把這個小針頭 把它探出來 然後擦好 其實儘量是扶著 才不會拉的時候跑掉 那你你扶啊 對 不好意思 對 然後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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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 然後拉到你要的位置之後 對不對 這邊有一個小凹槽 小凹槽就是讓你去壓住線 那麼像這樣子 然後壓完線之後咧 妳就會這樣子抓著 這樣子 可是你要怎麼知道他有拉 就是每個距離都 兩個這個邊時線有沒有一樣 對不對 Server 五吋Ш 五彩飯 木板上面的時候我們會先畫一個基準點 以這個基準然後再來做出這個四方框 如果是做板膜或是做別的事情的時候 它的用法不太一樣 總而言之就是如果你要先做一個記號 比如說你可以做一個這個10公分的記號 你在遠處的地方勒 你就可以一樣在這裡做出一個10公分的記號 然後你的第一個叉叉就可以點在這個地方 然後就可以拉過去 對 然後就可以擋一條線 對 然後拉過去的時候 放手 我怕它彈到很久 不會不會 便宜後跟好的就是不太一樣 它這個伸上來之後有沒有 自動會跑 它自己會上去 所以你彈到你手也不會 這是個安全機制 我以前被打過那個針接 拉回來的時候有沒有 在這 卡 插在我手上 哎呀 然後這個前面就是我們要加墨汁 如果今天你的墨斗很臭 真的不要毛筆 它真的很臭 它有出很多版本 它有很多顏色 青色 一般的黑色 炫炮的螢光色 你知道他們還有出那個 雨天用的 為什麼 你用墨汁下雨戶外就那個啊 就很興奮了 泡過一天又落後 才把雨戶下去 你很害怕之後 那你要什麼色 粉紅色 少女般的粉紅色 沒看過吧 這邊看半的顏色 我們這邊就要加墨水 然後 你在拉線的時候咧 就是這邊要壓兩下 有沒有 哦 這整個顏色都換掉了 然後咧 扣住這個 在10公分的位置 然後你就是壓著 這樣 有沒有 哦 有了有了有了 有沒有 這是 這種 可愛的粉紅極線 然後你就可以依照這個基準線 去放你的放位放樣 或者是 比如說你的X軸出來了 Y軸出來了 那你要在哪一個點 做什麼樣的位置 這樣切 對 哦 這蠻酷的 趕快回去補二級 哦 不好意思 好 其實大家現在所看到的公分啊 mini啊 它其實就是來自於公製單位 公製單位呢 它又稱作於 Matrix System 而這個國際單位呢 其實從以前到現在奠定的基礎 至今也才不過60幾年而已 但大家很容易搞混的 公製 另外一個就是英製啦 那英製單位呢 也就是人家所謂 稱之為叫做 帝國單位製 也就是你常會聽到就是 英寸啊 馬啊 或者是一棒啊 品托啊 這個東西就是英製 所以大家聽到現在是不是覺得非常的混亂 就是公製 英製 美規 英規 然後各種規 非常的混亂對不對 你知道這個時候你應該怎麼辦呢 上網去查啊 網路這麼方便 不是 這個時候我們需要的是 秦始皇 大家還記得秦始皇當年統一度量 度量痕這個事情麻煩的地方就是 每個人講 每個人說的算 每個世界都在亂 但是如果我們全世界沒有這麼樣多的變化的時候 大家講 一公分就是一公分 好比說 這個長度是什麼 30公分 不是 一抄 從今天開始 我們超認真出了自己的度量 這個叫一抄 很ㄎㄧㄤ對不對 你看 每個人都想要有一個自己的單位 很麻煩 這個時候我們需要 黑模把術 我們來把秦始皇召喚復活 好 未來 黑模把開始前應該就是要先畫個六螃蟹 我們要先畫出一個圓形 然後再畫出兩個三角形 靠 又太難了吧 這個怎麼畫正圓 歪了啦 歪了 不是啦 這是成 那你知道這是拿來幹嘛的嗎 這個是拿來量角度的嗎 怎麼量 箱子量啊 不是 那他是拿來幹嘛的 夾名片 夾名片 你是不是覺得我是白癡 我們會有那個S腰帶嘛 然後掛在上面 就是 你掛在你腰上對不對 然後你的尺就可以 等一下你是要騙我 沒有 我怕你要弄我 不會啦 然後尺就可以放在裡面 喔 他是這樣放的嗎 對啊 所以他是可以這樣子 不吃法師 然後就放在裡面 這樣子 對不對 就是後面薄的這個比較緊的 會插腳尺 然後外面這個是放捲尺 你看 喔 好酷喔 有時候有個女生說 欸 珊瑚幫我量一下 喔 酷啊 不是 她就幫我量一下 然後這樣 這樣可以 你的頻道可以做這種事嗎 不是啊 我看一下有沒有瞬啊 沒有瞬就WD4噴一下 好